最近这几天亮相的明星好像不多呀 难道都过国庆长假去了 番茄特意整理了一组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首先来看冬奥冠军徐梦桃的结婚照 她的老公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王欣迪 穿婚纱的女人就是最美的 恭喜 正希写女儿梁静静登上OK 精彩宝贝2022年9月刊 小姑娘圆乎乎的脸蛋可真可爱 蛇试曼亮相某品牌举办的慈善活动 一身简单工装风的脸体短裤 看起来显得人很精干 谭宗运品牌活动好久不见 还是那么的可爱丸子头超短裙 32岁了看起来依然感觉嫩的出水 她真是拥有一张不会长大的脸 纳英2023春夏闽蓝时装周 呃这一身真的是不好形容 感觉大妈们喜欢这样穿有木有 陈瑶亮相2023春夏上海时装周 并且还为这个品牌走了个秀 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没认出来是她 记忆里她的长相适合毛小彤一个风格 可爱型的但是拍出来怎么这样子了呢 西琳娜一高中国好声音 在这个综艺里面她担任的是导师助教 她的热度也挺高的长着一张萌萌搭的脸 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同样亮相某国际酒店的发布会 一条银色亮片礼服 这一身比之前那的卷毛大波浪好看多了 她的身材很适合这种修身的裙子 得提依据的是钟嘉欣 蔡健雅两人在2019年穿过同款裙子 看来这条裙子已经发布很久了 相比而言同谣胜 白露亮相品牌发布会 这种略微修身的裙子 她好像穿的不多 效果很不错呦 大波浪发型看起来很有成熟女人的风情 刘雨昕 Christian Dior2023春夏女装秀云看秀 感觉她很受Dior的喜欢 参加的品牌活动非常多 周比唱2022央视国庆晚会 毫无意外 比比又双弱绝穿了一套高定 今年她穿过的高定数量 早就已经达到了两位数 把娱乐圈里面的一众女明星 远远抛到了后面 接下来是男明星们的表演时间 Go 赖冠林男人风尚2022年10月刊 这身服装和下边无垒穿的来自同一个系列 肖敬腾2022央视国庆晚会 今年国庆晚会上的明星不算多 据说砍了很多小年轻的节目 罗云西品牌直播活动 这个姿势是啥头皮痒了 另外她这副样子看着好像还有点昏血的感觉 无垒品牌活动 她好像在今年拿下了这个品牌的代言 三旦弟弟也挺厉害的哟 阿云嘎打卡吧 吃货团嘎子哥的综艺好像也挺多 人看起来很魁梧 不愧是蒙古汉子 马家琪我们的哥这位还未满20岁的时代少年团队长 看起来确实很嫩呀 这件白色西装之前精神穿过同款 哈 黄小明中餐厅肩膀那里的大额子好抢眼 小明哥已经参加了好几季这个综艺了吧 感觉现在的热度已经不行了 王一博这就是街舞舞 终于看到了高清图 很难道见到一件香奶奶呀 觉得这一期王队长的发挥怎么样 之前制作人身份 要遇见一件香烈之秘的 还不信了 藤啊 董